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春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打配股市今天表現還不錯 昨天盤中跌200多點 那今天的盤呢 現在又漲了200多點 到目前為止指數是漲251點 不過你從最近的盤式裡面來看 你會覺得奇怪怎麼都這樣子 有沒有說一路橫盤 那這一路橫盤 已經將近差不多兩個禮拜 那到底這個盤要盤多久 到底後面這個盤要怎麼去走 這東西我待會再跟大家去做解說 我們先來看一個重點 從今天下午開始 我們有增加一條下午4點到4點半的 一個節目 那你現在看到的是盤中12點半到1點 那待會收完盤之後 有一些新的資料出來的時候 我下午4點到4點半 這個時間我再跟大家去做補充 所以從盤中下午到晚上 這個地方的時間點在這個地方 OK好這個講完了 我們直接來看盤 昨天跌今天漲到目前為止呢 盤式就橫在這個時間點 好各位你會發現一個狀況 其實這種狀況也不是只有台北股市 昨天美股市漲了 但是我們從美國股市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 你看最近的倒權也是橫在這裡 高科技股看起來稍微好像有比較強一點點 可是到目前為止這一段走勢裡面 幾乎也橫在這裡 對不對 費者半導體也是一樣 最近全部都是橫在這裡 那到底有什麼樣的點能夠觸發說 它能不能往上跌或是往下跌嗎 對吧好我們來仔細看了 其實昨天美股會漲的原因 跟聯準會主席報的談話是有關的 他昨天在歐洲央行的一個會議上面 他表示說 聯準會在通膨的進展方面 取得相當大的進展 不過他說還要看到更多的一些資料 說我們進展就是資料 才能夠有足夠的信心開始降息 OK好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他看到了一些通膨 有獲得一些比較大的一個進展 其實這很正常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是7月 那6月份當初去公佈5月份的CPI PPI跟PCE指數的時候都是這樣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也跟大家講過了 因為那個時間點6月份的時候 應該說5月份 5月份那時候油價是跌下來 你現在6月份去公佈的是5月份的 是不是 所以那時候我就說油價跌下來 照理說通膨不太會談 所以照理說通膨這個地方出現緩和 是合理的 可是他說他要再看更多的證據 才能夠去確定要不要降息 為什麼會這麼講 因為最近油價又長起來了 昨天只有小跌0.4% 現在來到86.2% 那現在86.2%其實就是 突破5月份以來的新高 那現在7月份是84% 可是我們先不講7月份 因為你7月11號要公佈6月份的CPI 你6月份的通膨是 均價在83% 跟82.3%沒有差多少 所以我預計了 整個7月份公佈到6月份的通膨數據 其實也不會差多少了 漲跌差不了多少 但是我們現在預防了又什麼 你通膨會不會因為油價又起來 然後到時候通膨又起來 所以接下來還要去看了 7月份的油價它很重要了 因為現在目前看起來 它已經過了前面的高點 到底你會漲還是會跌 這關係到 聯準會未來的降息的時間點 所以我就說 到時候我們就注意一下 7月份的油價變化 OK 好 那再來 他昨天又講了一句話了 他說這個時間點 反正就是通膨看到了一定的降幅 那照理說 這都是屬於比較鴿派的言論 那後面他也沒說不降息 當然還會被降息 可是我們從這個鴿派言論來看 你就應該知道 那美元不應該大漲 對不對 你還後面還要降息 美元怎麼可能大漲 所以我們再仔細來看 美元到現在為止 好 大上就維持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 現在短多沒有變 好 那重點來了 你看 美元現在很在這個地方 可是同學你注意看 這是今天日元 創今年新低 這是今天的人民幣 再創今年新低 這個我不能講出來 你自己看 也是一樣 再創今年的新低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測標就寫了 那照理說你美元不應該走強 那如果說你美元去走強的話 亞洲匯率那個貶值的速度 跟幅度會更大 那如果說有出現這種現象 你再回頭來看 為什麼外資 他一路的去做避險空單 這兩天稍微補了 補個幾百口而已 不過他目前還接近到 2萬5的空單 所以如果說你美元過強 你亞洲匯率繼續在貶值的話 那這個盤震盪就開始大了 好 這盤震盪就開始大了 所以我今天就測標寫 我說這個地方 我這兩天也跟他講過 錢高106.1不可以過 如果你過的話 亞洲匯率繼續貶 然後你這106.1一過的話 搞不好今年的高點106.5 都有機會看得到 所以你說台北股市來到這個時間點 它維持一個區間很合理 但是到底是 現在還算屬於強勢整理 那當然要外資空單是2萬 接近2萬5 如果你要依照之前的做法 就是說你盡量拉台積電 然後你就盡量去嘎外資的空單 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問題是如果你美元過強的話 亞洲匯率現在一直在貶值 所以你都會發現到怎麼搞得 外資一直在賣現貨 但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說你美元過強 你想說再用台積電去嘎外資的空單 我覺得那力量會變小 好 那力量會變小 所以呢台股到目前為止 我一直說它是維持多頭 那接下來會不會震盪更大 你就看美元的變化 好 你就看美元的變化 所以106.1是一個關鍵點 OK 好 那這種盤其實我們之前就有跟各位講過 從6月中開始我就說 美元是一個觀察指標 從6月11號我也跟他講 美元是觀察指標 所以最近為什麼都開始走盤局 那都是因為跟匯率的走勢是有關的 因為這也牽扯到 外資在整個期貨倉位的一個佈局 所以之前我就跟他講過 我就說多空是由美元跟油價來決定 那我們剛剛說7月份的油價走勢很重要 因為如果說再往上攻的話 後面風篷還是有機會出現反彈 好 那重點來了 那既然目前我們面臨到一些主義 國際金融的一些干擾 那我這個盤到底這個時間點 要怎麼去做 你想想看 指數橫在這裡 當你指數橫在這裡也代表著說 不代表說所有的個股它會走攻擊 所以我最近有跟他講說 這個時間你要留意啊 個股多空分期才剛要開始 那不管這個盤是它怎麼去走 就一個重要的原則 我們不要去接最後一棒 對不對 好 那怎麼不接最後一棒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因為台北股是可能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最近就跟他講 其實你現在回頭去看一些股票 你都會發現一個狀況 其實今年以來很多個股 你說它大漲 老實講前面該漲的都漲 到今年為止 大致上就是維持在一個區間 你知道空間很大也沒有 好了就算你買到最低 然後最高給你賣 也頂多一成左右的空間 所以反而到這個時間 你要預防什麼 它不可以破線 對不對 像這一類型的個股 其實最近還蠻多股票 都是這樣橫盤區間 而且已經差不多有半年左右的時間 都是走區間了 你再仔細看 很多個股就這樣子 該漲前面都漲 可是來到後面這一段 有差不多四個月到五個月的時間 全部都走橫盤區間 有沒有 你再仔細看 很多個股都這樣子 全部都是這樣橫盤區間 所以來到這個時間點 我就說很多股票你要提防的就是 如果你後面才去做追價的 它不可以破線 不可以破線 因為一破線就很頭痛 你上面套牢籌碼就很多 所以你現在回頭來看 有些個股似乎好像 有那種破線的狀況出現 有沒有 前面的低點差不多快跌破了 你再仔細看 有些個股現在看起來 已經開始有一些破線的狀況出現 你看有些個股 到現在已經開始有破線的狀況出現 對不對 你看這些個股也是一樣 你看這些個股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破線狀況出現 所以我就說 不管你現在盤怎麼去走 你就要去提防自己說 我不要去追到高點 我不要去接到最後一棒 好 那要怎麼去做才能夠不接最後一棒 尤其現在這個盤是走到這裡 還是多頭 它雖然盤還是多頭 對不對 那多頭到這個時間 你會發現有些個股它未必上得去 所以我最近跟他說 這個操作方式 想辦法讓自己去做教 不是老是去幫別人抬教 不是看到漲隨便去亂追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我以雙紅來看 雙紅我就說 從這幾個月以來 它就維持在一個區間 之前在盤整局的時候 好啦就算你進場去買 它讓你看到高點 可是以它800多塊的價位 到這個地方到高點來看 也點多差不多一成多一點的空間 尤其你高點沒賣到現在為止 全部都還是卡在裡面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 你盡量把你的成本壓低去做教 那到底要怎麼去做教 最好的方式去抓什麼 抓市場的輪動 我說抓這個位子的輪動 現在很多個股需要維持在區間 那剛才你跟他講 這幾天看起來有些股票 好像已經要破線破線的狀況 所以你不要去接到最後一半 那這樣的個股到底方向在哪裡 好 我們注意來看 其實最近我們應該說 我們一直都在抓市場的輪動 那這個輪動的目的就是 盡量把我們會員的成本去壓低 也就是說我們不去做追價 舉個例子來講 6月7號的時候 我也跟各位講 有些週間大抵完成的股票 很多大抵完成的個股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到一個現象 融資都不會增加 因為散戶的操作都是看到漲什麼去追 但是沒有動之前 你就沒辦法去把成本壓低 那這檔個股我昨天公開了 它叫康普 對不對 6月27號 好 再注意看 同樣的在6月27號 在我們的Line Edge裡面 那時間也都在9點多 我不是說等到收完盤 我再告訴你要動什麼 那時候我就跟各位講過 電動車概念股 什麼康普美其 很清楚了 好 那各位你去看 昨天創新高 然後今天再創新高 成本在哪裡 在這裡啊 問各位 當你的成本在這個位置區 像股價上來了 你怎麼去接最後一半 不可能嘛 那反而你現在要提防的是什麼 有些個股它會不會開始破線 會不會開始破線 像今天有些股票到這個時間 你會發現奇怪 怎麼可以一根黑棒跌下來 結果上面套牢的 已經開始增加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你要預防說 我這個時間流 我會不會去接到最後一半 我會不會當市場最後一隻老鼠 那目前又是多頭啊 你想要去賺 最好的方式去抓什麼 抓低檔 結果你會發現啊 上個禮拜買完之後呢 就開始一路攻啊 你根本不用追高嘛 同樣的 美其馬也是一樣啊 資金小的我們做康普嘛 資金大的我們做美其馬嘛 對不對 同樣低檔買完之後呢 今天再創新高啊 是吧 而且這樣的做法 我說不是一檔兩檔 我都是這樣子做啊 你再仔細來看 當初6月14號跟各位講政打的時候 在24.9 結果呢 當初你從低檔買完之後呢 股價就標一棒給你看了 這不可能去積最後一棒嘛 你現在看到很多老師跟你講 你看每天創新高的他都有 問題是你都沒有看過抗訊在哪裡啊 反正每天股票都不一樣 那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說今天會員怎麼做 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 那我們都是怎麼樣 把我們的成本壓低去賺他一段 我再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6月4號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有講一檔個股叫聯宇嘛 那時候呢35塊三附近買 我說你一定買得到 為什麼 那因為中間的時候這個時間點都有下來嘛 所以呢你一定買得到 當天工廠停嘛 結果呢隔天呢他在工廠停 對不對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啊 你低檔買完啊 買完之後他就上去了嘛 好那各位 你再仔細看齁 今天7月3號聯宇在工廠停 到現在為止你去看喔 6月4號那時候買 拉高之後呢 我們有稍微獲利調節 等到他壓回的時候 我在6月26號我再進場去買 今天在工廠停 結果這一段過來你看 指數創 個股創新高啊 而且這一段過來 最起碼差不多也差不多三支漲停嘛 是吧 我也不是去追他的 而且我們是在前面 第一檔先布局啊 如果說有些個股看到漲的時候 你拼命去追 結果追到高點之後呢 如果說再破線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 這類型那種破線的個股一堆啊 其實有些個股已經開始 從高檔已經開始所修正啊 你看啊 很多個股現在已經從高檔 去走修正了 對不對 那我就跟他講過啊 你要預防自己去接到最後一半 買在高檔區啊 那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抓低檔的股票啊 結果呢到現在為止 差不多三支漲停了 這局一定要看 當初的台通也是一樣嘛 低檔買完創新高嘛 當初的陽明光也是一樣嘛 低檔買完再創新高嘛 是不是 所有的個股操作 我們都是把成本壓低啦 那只是說我們這個做法是不是你要的 我不清楚 或是你喜歡用錐的 我說那個誰人做啊 但是我說來到這個時間點 你會發現啊 整個指數的空間就是維持在一個區間裡面了 到底這個區間到底是公還是跌 接下來的重點就去看美元嘛 那你現在國際金融到這個時間都還有一些變數 大家全部都是在盤 那這種盤局裡面呢 不代表說每一檔個股都會上去啊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 我們的操作過程 我們就想辦法讓自己去做教 那怎麼去做教 我們再仔細來看 昨天我跟各位講過一檔個股 說頭肩底完成啊 周肩大底完成啊 我預計下一檔個股 他只要一突破 他就有機會走攻擊啊 那這一檔個股呢 我昨天講的嘛 他叫台亞 你再仔細來看 昨天買完之後今天往上去啊 所以你要怎麼樣再掌握 有些個股攻擊值錢的那個買點 這樣子就沒有什麼抬轎不抬轎的問題 也不可能去接最後一棒的問題 是不是 而尤其台北股市到現在你看 指數在橫盤區間 那個融資一直創新高 一直創新高 結果融資一直創新高呢 到目前為止 不代表說每一檔個股都上去啊 所以你要提防的是 不要讓自己在這個時間點 有些股票這個地方啊 不要去買在高檔區啊 結果稍微一修正的話 有些那種一修正下來啊 幅度兩三成是都看得到 所以你這個時間可能在個股的部分 我昨天就講 稍微檢視一下持股 如果你持股很多 然後你看到那個漲業 那個漲業要 如果你買一堆的話 你要注意一下位階上面的問題 所以有些個股就跟大家說過 這個地方的輪動方向 我們去抓低檔電子 那當然不是只有低檔電子啊 有時候盤震盪大一點的時候呢 有些生技股反而是有機會啊 是吧 所以你注意看嘛 6月3號的長家智能 然後6月4號我再拉S講 這波走勢是成本在這裡啊 結果是不是也標一段 當初的台康生技 早盤去買完之後呢 結果最近這兩天也讓你看到啊 都在創新高啊 對吧 重點是你成本在哪裡啊 當初我跟各位講過易德嘛 也是一樣周縣大底完成啊 成德嘛 結果呢你注意看嘛 當初5月31號46.8買啊 你當年一定買得到啊 結果近期呢 也是在創新高啊 對吧 所以怎麼樣去掌握這個市場的輪動 能夠讓這種多頭的架構裡面 你繼續去賺 而不是說 股票一直在追一直在追 然後追到高點就在那邊等等 有稍微只要一破線的話 反而那個一有修正的幅度出來 那就很頭痛啊 所以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啊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說它還是多頭 可是多頭的架構裡面 它現在還走一個震盪盤 這種區間震盪盤 那個這個區間震盪盤 你再回頭來看啊 我說今天這個已經創 今年新低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外資在這個地方 會讓你看到怎麼搞得在現貨市場賣 在期貨市場裡面拼命去做空單避險 甚至於在外匯市場裡面也開始在做匯出 那這些如果說壓力它沒有辦法去解除的話 你台北股是很難去走攻擊 除非啊你就說你可以靠台積電啊 一直去嘎他空單啊 問題是我最確定的 這個效應會越來越低 為什麼 因為你看昨天會打沒有漲 昨天會打沒有漲 所以有些個股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預防它出現高檔震盪盤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去掌握 在第一檔準備去走輪漲型的個股 好那各位仔細看啊 同樣的我們接下來就抓的股票也是一樣 在周縣大底完成形態的股票 現在都還沒有過頸限 還沒有過頸限 但是我說你只要補個量一過頸限 後面就開始要走攻擊 所以你要把握在攻擊前的 那個買點進場 那為什麼這類型的個股有機會 你仔細看 除了在技術面裡面是底部出現 現在不是說那種頭部浮現的股票 不是啊 它是屬於底部浮現的股票 而且這類型的個股 你再從它整個基本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 在這一年以來的營收 跟去年去相比 都出現什麼 大幅成長的訊號 那這代表說 有些那種本益比比較低的股票 而且還在低檔的股票 我是建議你 有些個股在這個時間點 攻擊之前先卡位 等到一衝上去的時候 後面都是你在賺 就像什麼 這已經跟各位講的 那Compo美芯嘛 這些股票也是一樣啊 第一檔買完都在創新高啊 對不對 美芯嘛也是一樣啊 第一檔買完都在創新高啊 如果你要等到後面再來追的 你要抬銷我無所謂啊 但是我們成本夠低嘛 甚至於像什麼 之前我們買進的聯宇啊 也是一樣啊 第一檔買完拉高我們獲利調節嘛 啊調節完之後有低點我再買一次啊 結果今天呢再創新高 再繼續往上攻 所以你怎麼樣把你的成本壓低 去賺它後面的那一段 我覺得對你而言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如果說到這個時間點喔 持股上面如果說你越買越多你會發現 奇怪怎麼搞的買了之後 股票不太動 甚至有些股票是在高檔 然後呢怎麼搞的開始有那種 下跌的一個狀況 你要檢視一下持股的變化 好不好 那如果你抓不到輪動的 我是建議各位啦 你就跟著一起來 因為輪動的走勢呢 不是很好抓 很多人不會抓 因為什麼叫輪動 動起來才知道它叫輪動 好那就等於再追啦 那我們在抓的是 股票還沒有發動之前的 那個最佳買點 所以呢有些個股 在發動之前發動之前 我們都會把你成本壓低 好不好 那不知道怎麼做的 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50%扶你到年底 那認同的歡迎你來練諮詢 好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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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庫真心照顧 運達投庫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庫公司之一 投庫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庫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市昨天是跌的 結果今天又漲起來了 目前是漲了240幾點左右 但是我們從最近這個盤市裡面來看 就會發現都在那邊橫盤在這裡 對不對 其實兩個多禮拜之前 我就跟他預告 我說這種盤應該開始要盤了 為什麼 你從美元的角度裡面來看 你就會發現 這波走勢到現在為止 美元它一直在走短多 真的啊 一直在走短多 我預計那時候我記得 那時候我們在講美元的時候 應該是在這個位置吧 結果美元就漲上來 到現在為止呢 美元它的走勢呢 短多是維持 雖然還沒有過前高 但是我今天就講過啊 106.1這個位置不可以過 如果這個位置一過的話 準備挑戰106.5 那預計後面的震盪會更大 因為你從最近整個外資的倉位 你就發現到 整個搞的空單它一直在增加 現貨市場一直賣 然後外匯的市場也是在匯出 這都是因為美元在搞鬼 所以今天整個亞洲會率全面貶值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這個趨勢沒有去扭轉的話 我預計啦 美元如果過於06.1 那個震盪會更大 所以目前這種盤局的時候呢 你就要特別注意的是 不要去亂追價 因為有些個股如果你去追高 震盪大一點的話會變高點啊 所以我們都去抓什麼 低檔型的個股 像最近這幾天我們一些 低檔的股票都讓你看到在創新高啊 有沒有今天在創新高嘛 然後呢美琪馬今天創新高嘛 蓮宇之前買的兩次漲停 獲利賣掉之後呢低檔再買 今天再攻漲停啊 是吧 所以接下來後面輪動型的個股 我幫各位找到了 我是建議各位 我們的持股都是有買有賣 不會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一賣掉之後我們再去換下一檔 那下一檔呢還是一樣 在低檔型的個股 所以呢如果說你掌握不到這個輪動的 我是建議各位 這個時間點就稍微檢視一下持股的變化 因為我們要提防的是 美元不可以太強 如果美元太強 外資那個賣壓的動作又出來的話 有些個股 這地方它跟不上大盤的腳步 所以呢你要去抓這個市場的輪動 去掌握低檔的個股 後面供一段 那你先把成本壓低 好不好 那不知道怎麼操作的話 建議各位跟著一起來 50%福利到年底 那 你打來就對了 反正這個方案不會增加你的負擔 好不好 那有任何要補充的 我們到下午4點的節目 我們再跟大家做解說 我們就講解到這裡 下午見 拜拜 小村元老師聲明書 進來網路詐騙猖獗 當用小村元老師照片及簡介 收取不當之會費及開課費用 詐騙投資人 請投資人勿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 請拨打運達投庫公司電話確認 以免權益受損 本投庫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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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場